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主题为 坚强勇敢面对挑战 我们看约书亚纪的第一章第九节 他说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 所以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都会难免对未来会感觉到那种恐惧和苦恼的一个时刻的 就如经文里面所讲的一样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 那么在一路以来 他们已经习惯了摩西的带领 可是摩西已经死了 上帝却兴起另外一个领导 约书亚 吩咐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神所应许之地 也就是迦南之地 约书亚他领受了神所呼召的使命 就必须要进入迦南地夺取那个土地 并且要领导征战 还要成为一大群人的领导的那一个的属灵的领导 所以当他了解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实在是重大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惧怕起来 我们是否也会面对好像约书亚那种不确定自己 是否有能力去处理将要发生的事情 又或者这是否是正确的追求途径 而感觉到惧怕呢 当约书亚感觉这种重大的任务的那种压力 实在是太大的时候 上帝的话就领导他说 我不是吩咐你 要坚强勇敢吗 所以你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 耶和华 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这里他说要坚强勇敢 也就是要坚固 无惧 要信靠主 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对于约书亚来说 他要面对前面的挑战 是没有答案的 他必须要凭信心呢 去面对的 若我们是要走在上帝的指引之下呢 他必定会使我们看到果效和得胜的 因为上帝是全能全知的 当我们面对问题和挑战的时候 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和答案去面对的 而且上帝他也应许说 无论我们在哪里 他不只是和约书亚同在 他也必定会与我们同在的 在我的结论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充满着挑战 悲伤 艰难的一些决定 但即使在困难中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中 得着鼓励的 我们可以知道 无论我们处于任何的境遇 或呼召我们所要追求的路上 主呢 他都必定会与我们同在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拥有平安 并有力量和勇气呢 迈向前进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永远是与我们同在的 他的应许 也就是他应许我们同在 是永远不落空的 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